第十五說法 張開世界醫學新知大典 暈眩症可以靠事前偵測來得知 不過一旦知道自己有暈眩症 想要治療了該怎麼辦 像現在我手上拿了這一個 還有我現在受除的這個位置就是高壓癢中心了 因為根據國內的研究就指出了 高壓癢可以有效治療暈眩症 只要療程超過十次以上 暈眩症症狀就能夠有效來改善 不過這個原理到底是什麼 今天就要十一带您来找专家 高要氧因为它氧气的分压很高 可以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那促进让它整个新陈代谢都有进步 那这样子这个病人 这样头晕的状况就会慢慢的改善 因为它压力差的关系 所以可以让局部的氧气 尤其组织氧气浓度低的地方可以提高很多 按照护理师指示坐进仓房 戴上氧气面罩 就有一名患有糖尿病 罹患晕眩症13年的护理师 经过20次的高压氧疗程后 靠着不断吸收纯氧下晕眩症状明显改善 让国内高压氧研究再找到新发现 那糖尿病它最容易就是小血管有病变 那用高压氧的话 就可以让这些小血管的功能再回复 所以像这个投影的状况就会好很多 原因太多了 包括比如说脑部如果长个肿瘤 有的晕眩是中耳不平衡 那就大概高氧效果就不好 但是如果是血管病变的 这个高压氧就会有些帮助 除了血管循环不良 导致晕眩高压氧还能降低 动脉硬化造成的伤害 同时抑制发炎反应 有效减少脑酸塞机会 进入这个全病病的高压氧房内之后呢 患者透过吸取百分百的存氧呢 就能够出具人体内的内皮细胞新生 进而让血管呢也跟着新生 最后是来改善晕眩症的症状 国内这项新研究呢 也让晕眩症有了新的疗法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的 世界医学行之大典我们下次再见